有关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小学发生的枪击事件 下面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音乐 音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主持人你好 在美国当天 我们这边今天发生的这起德州的枪击案 其实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心痛 因为是在一个小学的校园当中 那么之前德州的州长是确认 在这起案件当中 一共有14名小学生身亡 一名老师身亡 然后枪手也是被击毙 但是目前有数据的更新 就是德州的参议员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 后来也是被路透社报道出来 目前的伤亡人数是有18名学生和3名成人死亡 那么在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 德州的警方新增开了一个很简短的媒体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当地警方表示 确认枪手已经死亡 那么于是同时德州的警方 也没有再继续的去寻找其他的嫌疑人 那么认定这个枪手是独自的这个行动 那么在事发之后 也有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反恐中心认为 本次事件与已有的这种恐怖主义 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各界几乎是陷入了这种愤怒 担忧 无力和悲痛 这种很复杂的 很沉重的这样一种情绪当中 那么事发的学校呢 包括整个校区是宣布 因为根据当地校区的这个日历 在本周五也就是27号的时候 这个学期就结束了 之后就要进入暑假了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整个从今天到周五之前 所有的学校的活动一概取消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白宫和国土安全部 也都听取了相关事件的汇报 然后在这个整个社会各界 现在也是当地新闻 也是充斥着各界人士 对于这次恶性事件的谴责 和对于这些事者家属的哀悼 但是在我们在当地媒体上 看到的很多信息 包括有很多之前孩子 可能是在其他的校园相见案中 丧生的这些家长 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媒体上 言辞非常激烈地去控诉政府 在控腔方面缺少作为的 这样一种现状 甚至有家长说 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其实所有的这些政客早就知道 可能还会有下一次 然后每一次有事件的时候 这些政客就会说 我们的这个心和很多的 这些受害者家属在一起的 但是作为家属 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这些政客的心 而是这些政客去采取行动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 这种关于控腔和 应对腔制暴力的措施 在美国出台 而相反的是 在德州就在本周之后 会有一场 有美国步枪协会举办的活动 在这场活动上 包括德州州长和很多 美国的这名的政客 都会出席去给这场活动站台 那么这些也让很多 希望美国腔制暴力的 这样的案件 能够得到控制的 这样的百姓 甚至一些政客 都觉得非常的失望 那么在美国这个枪击案 其实在德州这个小学的枪击案 就是真的是可以说是 就是接连着之前的 很多的这种枪击案的新闻 就在不久之前 在美国的这个布法罗市 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大概造成了可能有10人左右死亡 那么在前两天 也是在美国纽约 有一名这个乘客在地铁上 就也没有跟枪手发生 任何的这种互动 就直接被杀害了 所以在这种小学里面 会发生枪击案 在地铁上会发生枪击案 所以很多的美国民众 现在是处于一种 愤怒加恐慌的 这样一种情绪当中 我们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看到很多的这种热搜的话题 也是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这种情绪 包括热搜词条 包括做点什么 或者只有在美国 意思是只有在美国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像阿伯特 又一次让德州人民失望等等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词条的背后 其实也有美国媒体总结 到现在为止 2022年一半都还没有过去 但是德州小学的这个枪击案 可能已经是类似的 这种校园枪击案 在今年所发生的可能第三时起了 那么像这样一种 这个案件的频发 在背后一方面是体现出 本身枪支泛滥和枪支暴力的问题 是多么的严重 另一方面也是暴露出 当地政府在于控制 这个问题方面的这种 所做出的这个措施 是多么的缺乏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 就是在这次发生枪击案的 这个尤瓦尔德市 它其实只是一个 人口可能甚至都不到两万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城市 它也不是经济中心 也不是旅游重镇 而根据很多这些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媒体人的 在社交网站上自己的这个倾诉 是说当地人和人关系 其实非常的紧 大家几乎是像一个 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一样 没有人会想到 会发生这样严重 这样悲惨的一起案件 那么在刚刚这个德州警方的 这个发布会上 他们虽然说表示 目前已经没有再去 寻找其他的嫌疑人 但是关于本次案件的 调查的业案的进行当中 我们也会在前方继续 留意相关的动态 主持人 好 谢谢音乐带回来的 观察和报道